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款手机翻译应用软件,个软件名叫四海翻译。 你可能会问,市面上都有很多手机翻译软件。 那么这一个软件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接着下来,就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看看它有什么特色。 四海翻译,是一个即时翻译软件,它同时支持安卓和iOS系统,而今次我为大家介绍的版本是5.0.14。 而这一个版本,到目前为止支持超过100种语言的即时翻译。 而最特别之处,就是它支持广东话翻译。 而且它是免费和没有广告,重是由亚马逊公司出品,安全和质素都有保证。 软件本身个界面都很简洁,它提供了两种翻译模式,第一种是点击以说话模式,即是每次翻译都要按键。 第二种是对话模式,选择了对话模式之后,软件会自动翻译,不需要每次按键。 但要留意一下就是,这个翻译软件是要是在线的情况下才用到,即是部手机要上住网才用到。 接着下来,我会在安卓系统手机里面示范一下个软件怎样用。 首先进入谷歌Play商店。 然后,在搜索栏 Elektrokov呢。 然后,在搜索栏打入Say Hi翻译。 点选ék洞。 Say Hi Translate 然後按安裝 安裝完成後,打開Say Hi翻譯軟件 在使用條款頁面,按繼續 接著在翻譯你的語言頁面,按使用默克風 然後在允許4階翻譯錄音裡面,選選使用應用程式時 進入到主頁面,左上角是一個選單 選單裡面,主要有,點擊易說話翻譯模式 對話翻譯模式,以及設定可以選擇 出番主頁面,左上角 第二個就是顯示著你現在用的翻譯模式 如果你想轉翻譯模式,你需要入選單裡面 去選擇你想要的模式 右手邊第二個,是使用者提示和注意時行 按制後會出現一篇聲明 接著在最右手邊,就是清除對話鍵 按制後會出現對話盒 按時就會清除所有對話 反回左上角選單,按制進入設定頁面 第一個是錄音聲效設定 這個是你按了個默克風說話的時候 他會在之前和之後,出一些音效提示你的 第二個是自動播放 如果你選了,他就會自動播放每句翻譯句子 如果不選選,你就要用人手按翻譯句子 他才會出聲 第三個是偵察語言結束 如果選了,他就會自動偵察你幾時說完句句子 從而進行翻譯 第四個是展貼補翻譯 當你在手機裡面,複製了一些字句 他會在軟件裡面和你做即時翻譯 第五個是錄音 軟件會用你的聲音來訓練它的軟件系統 如果你同意你就選選 如果你不同意就不好剔它 現在,我們按左上角箭咀 返回主頁面 我們現在在點擊以說話模式頁面 在使用前,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設定 按左向下箭咀 選擇我們要翻譯的語言 例如英語,可以選擇輸入方式 有手寫或鍵盤輸入 和說話輸入可以選擇 而翻譯聲音速度 都可以較快慢 向下滾動可選擇其他語言 選擇完第一個翻譯語言之後 按向上箭咀 反回主頁面 選擇我按向下箭咀 選擇第二個語言 按右手邊向下箭咀 選擇各項符 選擇輸入、語音和快慢。 選擇完後,按向上墊咀、返回主頁面。 接下來我們可以試用一下這個翻譯軟件。 例如,我們要由英文翻譯去廣東話。 在左邊藍色默克風按一下,然後講出要翻譯的句子。 Good morning! 跟著我們試下由廣東話翻譯去英文,按右邊綠色默克風。 晚安! Good night! 跟著我們試下用手寫輸入方式翻譯,長按左邊藍色默克風鍵。 畫面會出現鍵盤。 打入理想翻譯的字句。 打入理想翻譯的字句。 例如,校外腰。 打入後,再按右墊咀,軟件會即時作出翻譯。 你好嗎? 現在,我們再試下用手寫輸入中文翻譯英文,長按右邊綠色默克風鍵。 畫面出現輸入頁面和鍵盤。 我們試下寫入,好好看,然後按右墊咀。 軟件會即時作出翻譯。 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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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對話翻譯。 進行對話翻譯。 畫面會顯示一段聲明,按接受,就可以繼續。 現在可以開始對話。 。 Good evening. 晚上好。 你今天好嗎? How are you today? I am good. 我很好。 當軟件偵測到一段時間都無對話,軟件會停止翻譯。 如果想再進行對話翻譯,需要重新再按一次默克風鍵。 。 軟件還有一個功能,當你長按一個翻譯句子,它會出現一個選單。 選單裏面,有複製、共用文字、共用音訊和編輯。 當你選選複製,它就會將那段翻譯句子複製,而你可以隨時在其他軟件裡面貼上那段翻譯的句子。 當你選選共用文字,手機會顯示一個軟件列表,你可以選擇一個你想共用文字的軟件,翻譯句子會自動貼上。 當你選選共用音訊。 手機會顯示一個軟件列表,同時會產生一個翻譯句子的MP3檔。 當你選擇了一個你想共用音訊的軟件後,那個MP3檔會自動加入為附件。 當你選選編輯,你就可以修改句子,而軟件會因應你的修改而重新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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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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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題材,請大家分享,按讚,留言,及訂閱,我會為大家搜羅更多實用技軟件,介紹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再見!